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品当中的举根之力 就是举主这个根的道理 这个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比举和会举 科判上是比举和会举 什么叫做比举呢 它这里的比举的意思 如果二十二根当中的任何一个根举主的时候 那么其他多少个根必定会是举主的 它这里比举 也就是不管在三界当中的哪一界 凡是一个根举主的时候 那么其他最基本的 或者是最起码也是三个 或者是两个以上的根 一定会是举主的 这叫做是比举 然后所谓的会举 会举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更多的话 就是要多少个根会举主的 会这样的出现 它这里会帮我们简单的一些课语 最少就是二十二根当中 最少有多少个根会一起举主的 那么最多的话呢 就是有多少个根会举主在一起 比如说最多的时候呢 就是有二十二根当中 十九个根会举主在一起 那么最少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二十二根当中 就是八个根举主在一起 所以说它是会举和逼举之间的概念 就是应该这样的 我相信是这次我们居士论 如果详细看的话 再加上是它的字式 就是好好地翻阅的话 一般来说 这个居士论的基本的一些道理 就是松词的这个基本的含义 可能你们就是会动到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将义的话 就是恐怕自己看的话 有一点点困难 因为姿势 我们前面也讲了 有些地方是比较难懂的 所以我们下面讲第一个 第一个问题 讲的那个B句吧 居士属民以民集一个 其中只以B句三 他这里一般来讲 舍根和树根 名根 舍树根和名根 这三个根 如果其中具足一个的话 也就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 三个根一定会是具足的 比如说一个众生他具足名根 但具足名根 不具足一根和树根的这种众生 根本是没有的 然后一个众生他具足一根 但是不具足名根和树根 这样的众生也是根本没有的 然后有同样的道理 一个众生具足是树根 就是树根 昨天我们所讲的平等的 不是乐的 不是痛苦的 这样的平等的这种感受的时候 但他不具足名根 不具足名根和义根 这样的现象根本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他这里其中的 具足所名于义根 其中只以B句三 然后下面说 具足生根 比具色 就是说前面三个根具足的时候 也就是说乐生根 也就是说具足生乐根 具足的时候必须具足四根 其他都是这样 下面讲义里面有详细宣说的 具焰等根 比具五根 具异乐根 也必定会是具足五根 然后具苦手根 必须具足七根 具女根等 也必须具足八根 一具之根 一具之根的话 必须具足十一根 具有为之当之根的话 它必定会是具足十三根 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下面就是我们 他刚才这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知道的话 其他都比较清楚 比如说他这里 只要是一个根具足的话 那么其他的根一定会是具足的 这个方面来推的话 其他都比较好懂 具足任何根是 必须具足有多少根呢 首先将具足是树根 明根 一根 任何一则 必须具足三根 必须具足三根 因为这三根是不可分割 大家都知道 只要是一个众生 比如说像第四参以上的话 他们就是有根树 但是这种根树的话 全部是色素根 它的这种色素根 然后无色结的众生 明根还是具足的 明根具足 一根具足的 所以它其中 只要是一根具足的话 那么其他的根不可能是不具足 也就是说是具足其中的一根的时候 其他两根一定是具足的 因此只要具足一根 这个三根一定具足的 那么这样的时候 比如说有些众生 像灭金钉 灭金钉的话 他的树和心灭完了以后 才叫做灭金钉 那么灭金钉的众生 因为他的心树和树没有灭的话 不叫灭金钉 他的树和仪式一定要灭 那么树和仪式已经灭完了的话 它是不是具足三根 具足这三根 那么这里也有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有可能不同的宗派的观点来回答 比如说像游世宗 游世宗的观点的话 他们对灭金钉的时候 他们认为灭金钉的时候 心就是已经没有了 因为他们所谓的灭金钉 一定是心和干树全部会灭金的 但是心和树全部已经灭金的话 那么灭金钉的时候 是不是这三根根不具足 或者是如果三根根不具足的话 就是命不具足 那么这个为什么是不可分割 为什么这样说 那么这个时候 游世宗他们自己这样回答的 他们说是在灭金钉的时候 真正的心是不存在的 但是心一根不存在 树根也不存在 刚才这个摄树根也不存在 那么摄树根和一根的得损 就是一根和树根的这种得 就是存在 所以没有这个过失 他们游世宗是这样人为的 灭金钉钉的时候 虽然没有这个心 但是还是有这个 和这个色根的这种得损 因为他们游世宗 承认是还是有这样的一种 不是他自己的本体 就是真正的一种得法 他是承认是有这种承认的 这种说法实际上也是不成立的 因为他自己所得的法的本体 是不存在的话 所谓的这个得也是 只不过是一种分别价廉而已 真正的这个教练面前 他是没有什么依靠的依据 这是一个 然后那个随教进步 随教进步 他们认为就是在这个灭金钉的时候 虽然就是没有真正的这个心 就是意识就是没有的 但是就是有意识的重子 就是他们认为这个灭金钉的时候 当然这个心肯定要灭 然后这个甘树肯定要灭 就是一定要灭 但是呢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他的这个重子 但实际上这种说法也是是不可靠的 为什么说不可靠呢 因为你们所谓的这个重子呢 就是到底是不是性的本性 如果说是性的本性的话呢 那么这个就不要说是什么重子 凡是灭金钉的时候呢 这个性还是依然存在 就是这样这样说的话呢 就是没有什么过失 如果你说是你的这种重子呢 就是不是这个性的本性 就是是一种无情法 如果是一种无情法的话呢 那么就像是这个外道所说的那样 就是灭金钉这个最后这个注定的时候呢 应该是从无情法当中参生那个性 就是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不是这个顺色外道所承认的观点 还没有什么差别 就是他们也是说是我们的这个性呢 就是是依靠地水火风的无情法而参生的 那么这种这个观点还没有什么差别 因此呢就是随着进步中的观点呢 就是也在这个面前 就这种这个理论面前呢 也不是很可靠的 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观点是什么呢 就是应该这个随力就是什么这个随力进步 和这个威士忠意义上的这个观点 那么随力这个随力这个进步是怎么这个说的呢 他们说那个这个时候呢 就是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性 但是呢他说的是这个时候是并不是 是这个性就是全部都没有了 这个时候呢细微的性应该这个存在的 而且这一点承认的话呢 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弥勒这个无论当中呢 就是处处都是也可以有这方面的这个矫正 然后这个其他的中观当中呢 就是说也可以这样这个说吧 就是因为这个灭进顶的时候呢 就是所有的这个性全部都已经灭完了 真正已经变成师徒一样的话呢 那么最后这个他在出顶的时候呢 应该刚才那个像随着进步所讲的一样的 就是从无情当中就是要出来 就是这样的话 这是谁也就是没有这个考证 因此孟宝伦伯切在中共中央论当中 也是这方面就是还是有这个 相当就是有依据的一种这个线索 就是所以呢 这个他们随你随你这个进步中所讲的 这种道理呢 就是应该是合理的 就是在那个什么 就是灭进顶的时候呢 就是粗大的这个性呢 就是没有了 那么为什么说是 这里面说是要灭进吧 就是灭进性时和灭进这个感受 为什么说是这个还有细微的东西存在呢 那么这里他们的他们就是对这个问题呢 就是做这样的这个解释 他们说这个经典里面说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灭进一切性时和灭进一切感受呢 知道他的这个意思呢 也就是说是粗大和就是粗大大的部分 已经灭进的这个原因就是 因此呢就是如果大的没有呢 就是也可以用细微呢 就是无有有复顶词呢 就是可以就是可以代替的 就是只是能够他们随叫这个随你这个进步中吧 就是随你进步中呢 就是有这种观点来就是宣说的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卫士宗吧 就是卫士宗的时候呢 他们认为这个灭进亭的时候呢 就是应该这个粗大的性是没有的 但是在阿兰耶上面就是有细微的这个宗子呢 就是以这个阿兰耶诗这个无二无别的方式来 这个应该是存在 实际上呢就是这个隐没的 就是也可以说是隐藏的方式存在 因此也没有这种过失 当然这种说起来的话呢 就是也是比较这个合理的 总而言之呢 他整理这个 我们这个有时候这个灭进亭的时候呢 就是当然是这个粗大的这个性呢 就是是没有的 但是呢实际上是他的这个一根和色素根和 还有这个明根 不具足这个 不具足这种这个 这三根的这个过失呢 就是是没有的 实际上呢 就是也应该可以承认的 可以在这里呢 大家也应该就是这些道理 就是稍微了解一下 可以 就是下面是这样讲的 如果具足乐素根 就是刚才那个 在必定会是具足色根 就是比如说那个乐素根 身体的这个乐素根 一般来说是我们这个愚解的这个众生 只要这个乐素根 这个具足的时候呢 那么其他的这个色根和明根和 还有这个一根呢 就是一定会是这个具足的 因此只要这个具足的乐素根 它是这个唯一的条件 在他的基础上的话呢 其他这个三根呢 就是肯定是这个具足的 就是具足的 即在这个明 也就是说这个明根和义根 这个色素根的这个基础上呢 就是加上他本身就是乐素根 就是具足的话呢 就是我们也可以观察出来 就是他肯定是 有了这个生命以后 就是有乐素 然后他的这个一根 肯定要这个具足的 一根不具足的话呢 就是也不可能的 然后他的这个色根 色素根的话呢 昨天我前面说的是那个色素根 这个他这里呢 就是具足就可以 就是不一定要马上这个明显 就是所以说 只要这个有乐素根具足的话呢 就是那么他呢 就是一定会是这个具足这种 这个或者是隐藏的方式 或者是以其他方式来 就是一定是这个具足这个色根 就是因为这个 就是色素根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 他是三界当中的人和这个心 心呢 就是可以这个相应的 就是这个呢 倒是我们讲那个第五品的时候吧 就是第五品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这个三界当中的 一些睡眠烦恼呢 就是在这个跟哪些这个 甘树这个相应 就是甘树相应的时候呢 他这个色根的话呢 就是比较这个特殊 就是他呢 就是跟这个人和这个星和星座呢 就是都可以这个相应 就是有时候我们呢 我们也可以这个看得出来吧 就是他没有什么这个快乐 也没有什么痛苦 但是呢就是有一种这个色素的这种感觉 就是这种色素的感觉呢 就是任何一个众生 我们现在人们所成为的这种这个植物人啊 就是这些的话呢 实际上是他还是这个明显的这种痛苦和乐的这种感受都是没有的 但是他还是从这个居士的角度来这个观察的时候呢 就是一定是有他有一种这个色素啊 就是因此我们有时候呢 就是人这个在不酷的这种感觉 也实际上是这个色根呢 不管是明显不明显 还是一定是这个具足的 只要这个有乐素杆的话呢 这个人一定是这个具足有这个色根 就是这个色素根呢 一定具足的 但是有色素根呢 不一定是乐素也不一定具足 然后这个这个一乐素呢 也不一定具足 就是所以说他的这个基本的法呢 就是如果有乐素根的话呢 这个众生就是肯定就是 其他这个三个感受是一定是这个具足的 所以从这个推理的方法呢 有一点点这个差别就是 他这里用从我们移民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有这个色素根呢 就是不一定是乐素根 身体的这个乐素根 以翻过来讲的话呢 他一定是具足这个明根 也一定是具足这个义根和生根 就是什么这个义根和那个 什么就是刚才就是讲的那个 社根吧 就是社根就是一定是具足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其他下面的这个道理呢 就是都是有这种这个 比较这个意思性可以类推吧 然后下面说 具足生根也必定是具足四根 就是同样的道理 就是刚才那个具足四根的话呢 就是也必定是 就是具足这个生根吧 就是具足生根的话呢 也必定是具足四根 在明根和就是前面所讲的 不可分割的三根的基础上 然后他这个生根本身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生根一定具足的 只要有生根 没有这个树根的 这种显现是没有的 但是这个没有这个 比如说有色根的 就是没有生根的 这种是有的 像五色节啊 就第四参的 第四参和这个 尤其是这个五色节吧 五色节的众生的话呢 就是他根本没有这个 真正的身体就是 所以就是翻过来讲的话呢 就是不一定是具足这个身体 但是身体具足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其他的三根根呢 就是一定是这个具足的 这个意思 就因为他是必具吧 然后下面呢 就是将这个具足眼 以及这个灯子所包括的 而彼是跟任何一则具足 则必定是具足这个五根 就是他这里呢 就是没有这个全部讲究的 比如说有眼根这个具足的话呢 那么这个除了这个眼根 这个意外的四根 就是前面的这个 因为眼根具足的时候 你生根不具足的话呢 眼睛不可能是这个 掉在那个地上 就是然后这个像五色节的话呢 就是他没有真正的这个身体 就是所以呢 就是这个五色节的这个 这个色节 五色节当中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五根都是根本 这个不具足的 就是就是五根 这个不具足的 然后那个 像我们这个刚刚这个 如胎的时候呢 就是在这个母胎当中的时候 实际上还有那个眼根 没有形成的时候呢 就这时候身根虽然具足 但是这个眼根这些呢 就是还不具足的 因此只要用眼根的话呢 就是他肯定在身根的 这个技术上具足的 然后呢 就是在眼根和刚才那个 其他这个身根和就是前面 不可分割的三个根的 这个技术上的话呢 就五根这个具足的 那么你的二根也是 是同样的 但是眼根具足的话呢 不一定二根和其他根 全部具足的就是 有些是有眼根 但是二根不具足的 有些是有二根 但这个B根不具足的 这种现象比较多的 因此他在B具当中的话呢 就是五根当中 其中一个根具足的话呢 那么身根和这个 其他的这个根呢 一定是具足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必定具足 就是也就是说 在这个身根 以及这个明根 等三根的 三根次四根的技术上 就是加上他自己这个 眼根或者B根 二根等等 就是他自己这个本身 就这样的话呢 就是具足五根了 就是具足五根 然后 具足一勒数根呢 也必定是具足五根 就是一般这个 就是那个 就是二三一项 如果一勒数根 这个具足的话 我们这个预解的众生 也是是这个有的 然后呢 就是前面这个 在三根这个技术上 就是具足一勒数根 所以像那个 对五色界这些呢 就是一勒数根 也是没有的 第四站的话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色根 就是具足 神苦根 就毕竟具足是这个七根 就是 如果这个身体苦根具足的话呢 就是他一定是具足这个七根 就是 为什么这么讲呢 出去一 以受苦根的 是数根这个具足 就是那么这种众生的话呢 就是他因为这个 库根具足吧 库根具足的话呢 就是以这个 以苦数根呢 就是不一定是具足的 那么这个 以苦数根 以外的这个 其他这个根呢 就是具足的 在四根的基础上呢 就是深根和密根 一根 就是这样具足的话呢 那么这个 就是七根 就是已经具足 就是七根一定是具足的意思 然后具足男根 或者是女根的话呢 就是在必定是具足这个八根 就是具足八根 也就是说 在具有这个 苦数根的基础上 再加上他自己本身 等子的意思呢 就是说具足心等五根 也可以必定具足八根 就是心等五根的话呢 就是 然后明根和一根 摄根就是 也可以这个具足的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也是跟这个 前面就是一样的 如果具足一只根的修道者 就是如果具足一只根的修道者 那必定是具足十一根 也就是说具足一只根本身呢 然后这个 身勒数根 义勒数根 色数根和名根 义根 信等五根 就是信等就是作为一个 就是修道者 就是修道者的话呢 就是他具足这个初世间的 然后这个信等五根呢 就是在他的相续当中 一定是具足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上面的勒数根和义勒数根 还有这个手根和门根 义根就是等等 就是这些都全部这个具足 即主开呢 刚刚所说的 一只根 以外的十一根 加上具足 一只根本身 就是十一根 就是对同样的 这个具足根 具足根的话呢 就是我们所讲的 这个阿罗汉吧 就是他必定是具足十一根 除了刚刚所说的 这个一只根 以外的 其他的这个十根呢 就是加上他自己本身 就这样的话 十一根 具有为之当之根 在必定是具足十三根 为什么呢 或者是讲 路德罗伯他这里的 这个解释方法的话呢 他说这个一根和这个 然后这个信等五根 就是因为他是这个 就是有切到者的话呢 就是信等五根呢 就是以无路的方式来 就是肯定这个具足的 然后这个义勒书根和信勒书根 还有这个舍根 就是这个我们前面所讲的 这个信等五根这个具足的话呢 在他的这个群体当中 肯定是具足这些的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就是明根和圣根 还有这个圣枯书根 以及这个为之当之根本层 就是具足就是这些根 这一项的话呢 就是他只要这个一个根具足的话呢 那么其他就是多少个根必定是具足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这个案例的 然后下面呢 就是讲这个汇聚 汇聚都多少多少根 就是意思 无三之中具也最少 就是在这个 无三当中呢 就是在无三是这里这个 比如说断了这个相续的这个三根 就是这样的这个众生当中呢 就是最少也是具有 属民以八根 就是八根这个具足的 然后这个无色凡夫也如是 无色凡夫的话呢 实际上是也最少也是可以具足这个八根 就是八根 舍属民以诸三根 下面就是讲这个 最少会有具足多少根呢 断绝三根则 唯一欲解的这个身体 在他们的诸如 民众具最少根也会 会具足 就是他这里是不是必定具足 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 不然就是昨天我们这个讲的时候 就是如果就是他是那个 次第而世的话呢 就是在四根具足 这样讲的 所以呢 就是临死的时候呢 就是有些这个具足这个四根的 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但是他这里呢 就是最少也是会具足 就是这样的 就是会具足呢 就是他有一种 就是不同的这个意思 在他们的诸如林中 具有最少的这个 最少者呢 就是也会有这个八根 就是八根 怎么回事会具足八根呢 就是比如说这个深根和 然后这个无数用根 就是刚才那个 就是什么那个 甘树荡就是五种数用根 还有这个明根和义根呢 就是可以这个具足的 就是最少也是会这样的 这个具足的 就是他并不是必定具足的 就是 就是他是那个次第而世的 这个角度 林中的时候 以次第而世的角度来讲 就是应该可以这样具足的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这个专生无尺界的凡夫者 也同样会具足八根 也就是说这个色素根和义根和 然后这个性等五根 性等五根的话呢 就是他那个自相续的这种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相续的这个三根呢 就是没有被这个蟹剑摧毁的话呢 就是他可以具足 因为这个商界的话呢 就是他不具足 就是他这个商界的话呢 就是他没有这个蟹剑 就是我们这个欲界呢 就是有这个蟹剑 所以呢 就是商界呢 就是最少也是可以会具足 就是这把根 然后下面讲那个 具最多根呢 就是十九根 就是不色一切无鲁根 良心巨坛 之圣者 不色一心二物根 他这里说 22根当中最多呢 就是也可以具足 就是十九根 就是十九根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不色一切无鲁根 就是无鲁根呢 就是不是有这个三个无鲁根吧 就是三个无鲁根不具足的 余界的一个众生的话呢 就是一般这个最多的时候 也可以具足 除了这个三个无鲁根以外 就是十九根 就是可以具足的 然后具谈的有些圣者的话呢 就是不色一线的这个 不是这个一心和 还有这个无鲁根 也就是说是 他已经具足就是十九根 为什么这么讲呢 这个下面颂词里面 就是讲语里面 讲的比较清楚 最多会具多少根呢 最多会具足十九根 那么不包括哪些这个根呢 不包括三无鲁根 就是比如说 世间的我们这个 一般的一种这个凡夫 他这里已经说了 怎么样的菩提加勒才是具足十九根呢 在余界当中的良心者 然后就没有这个断绝三根的 诸根齐全的 这样的一个菩提加勒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 他这个为之当之根和一之根和 这个具足根 就是这三个根呢 就是对他来说是不具足的 那么其他的这个十九个根呢 就是应该可以具足的 就是这个最多的话呢 就是在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十九个根呢 就是也可以具足的 还有一个而且具贪圣者也具有十九根 就是具有这个贪性的 就是具有这个贪性 也就是说具贪圣者的话呢 就是他就是没有离开 就是自相续当中的这个贪欲的 这样的这个具贪圣者 那么这样的这个具贪圣者的话呢 他的相续当中也可以具足十九根 那么他们所具有的不包括哪些根呢 不包括这个男根 女根其中之一 以及呢就是二五个根 他这里比如说是 他是一般来说的话呢 就是我看 就是功能通能美 这是必须要这个愉解众生 就是愉解的这个 愉解的见到者 愉解的见到者的话呢 就是色戒和无色戒是一般来说 他没有这个见到者 就是色戒和无色戒 愉解得到的话呢 必须不是 见到得到的话呢 必须是我们这个愉解当中就是获得的 那么愉解当中就是得到的一个 就是得到的一个这个圣者 就是已经这个获得了什么呢 获得了这个位置挡着根 就是位置挡着根 然后位置挡着根的话呢 就是他的相续当中 这个一只根和举着根已经没有了 因为他是这个异性的 就是异性的话呢 就是如果是他是这个 就是男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抽开这个女根和 然后呢就是举着根和那个一只根 就举着根和一只根 这样生下来呢就是有十九种根 就是所以呢 就是一般来说是愉解的一个见到者 愉解的一个见到者的话呢 在他的相续当中可以具足这个十九根 就是这个可以十九根 若具足聚探者修道者 如果是他是这个不是这个利探者 这个聚探的这个修道者 不包括这个数为二根 就是数为二五个根吧 就是第一个这个位置挡着根和这个锯着根呢 就是他这个不具足的 就是不具足的 他这里这个 这个我们下面就是讲的 哪些是这个聚探的菩提加勒 哪些是不聚探的这个菩提加勒 这个呢就应该是就是下面讲这个菩提加勒 就是讲 就是有些呢就是他虽然是这个圣者 但是呢他还是这个聚探者 有些呢就是通过世间道而这个离探的 有些呢就是通过初世间道而离探的 所以他那个有这个二十一种这个圣者吧 就是二十一种圣者当中呢 就是他就分的比较多的就是 所以他这里是 如果是一个聚探的这个修道者的话呢 因为他是这个聚探的修道者吧 聚探的修道者的话呢 那么他这个其他的一些 就比如说就前面的一些有路这些根呢 就是全部在他的形象当中已经这个具足的 然后不具足的根是什么呢 就是阿罗汉所具足的这个 这个具之根呢就是不具足的 然后见到这个所具足的这个位置挡着根呢 就是不具足的 除了这两个意外的这个 其他的这个 他还是这个包括是这个一个根性的吧 就是一根的就是 具足这个蓝根女根当中是这个其中一根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他也已经这个具足了什么呢 就是具足了这个十九种这个根 就是十九种根 所以呢就是最多的话呢 就是二十二根当中呢 就是可以在相续当中具足十九根 那么最少的话呢 就是也可以这个会具足这个八根 就是这是那个根呢 最多是比具多少这个会具多少 最少就是会具多少 所以这个道理已经讲了 具实际上今天讲到这里了 具实际上今天讲到这里了 就是第一个人ує 具体的 这是一位 宣优刑 杜刑 唐人们 剑 洋蔓天